哈登究竟犯了什么错 上帝才会这样惩罚他 七后赛即将打响 作为东部第四 费城的首轮对手 已经提前出炉 没错 是那个即便纽约改了规则 他们还是窥然不动的城市 多伦多 作为加拿大的唯一球队 本着保护家乡子民的信念 蒙蓉始终没有取消主场疫苗规定 不打疫苗的球员 将无法进入航线中心体育馆参加比赛 让哈登崩溃的是 这条消息依旧与他有关 他身边的防守核心塞伯尔 被证实没有注射疫苗 其实相比于欧文来说 塞伯尔的理由更容易让人接受 他早就打了第一针 但即便如此 还是两次感染新冠 对疫苗的信任就此崩塌 所以直到现在 他还是没有打第二针 至少在媒体的镜头面前 塞伯尔的解释中 充斥着无奈和抱歉的情绪 不只是对球队的抱歉 更有对社会的抱歉 他甚至妥协 我知道这会对我的职业生涯 造成巨大影响 我认了 但最终的结果 还是让费城球迷难过 今年季后赛首轮 他将会缺席全部课场比赛 对于切肉人来说 塞伯尔意味着什么 他是球队封线上最棒的防守者 也是替全队协防的最佳人选 场均1.7个抢断 联盟第三 甚至盖茂也能击身联盟前15 说他是费城防守体系的核心 也绝不为过 这也正是为什么 即便他场均5.7分 整个赛季却打了50多场首发 其实早在19年季后赛结束的时候 费城就已经关注到了塞伯尔了 完全符合他们对风险防守人的要求 于是早在选修大会前 他们就筹备好价格 准备提前13个轮次 迁走根本不会得分的塞伯尔 但计划不如变化快 在费城终于要变卖掉西蒙斯 哈登入主球队 马克西得到成长 甚至恩比德都成为了奥尼尔之后的 第一位中锋得分王的时候 塞伯尔出了问题 要知道就在几天前 他们刚被猛龙完成双杀 想要突破首轮 压力真的又来到哈登身上了